ViuTV是否捧男團又紅 捧女團又紅呢 那就真的要看 我們可以看看它的名字 我們可以看看ABC 即是它叫丙火的意思 丙火來說 絕對符合狗雲 我們可以看看九龍灣市貿易中心 其實它的位置 就叫東南見道水 還有一件事就叫吹觀水 平時就比較少說 吹觀水代表著升官發財的意思 接下來在九運 即是2024年之後 如果東南見到水 就是代表吹觀水的意思 亦是特別容易出名的人的意思 所以你說ViuTV 是否捧男團又紅 捧女團又紅 那就真的要看年份 由於去年是21年 今年是22年、23年 這三年都在下緣白運之間 下緣白運之間的運 就叫做筋掛 筋就為了少爛 亦都特別是年輕人小鮮肉的意思 所以整個世界 其實從2004年 去到2023年 這20年來講 一般的小鮮肉來講 亦都特別容易出名 亦都特別是當旺的 例如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加拿大總理、法國的總統 都是一些小鮮肉 但是去到我們下緣九運來說 就為了尼 尼就代表中女 即是中年女性 但她的年紀可能是30 去到55歲之間 如果你是這個年齡段的女生 離人可能會當旺很多 我們可以看她的名字 我們就看頭一個英文字母 我們的術數來講 就是排鴿月丙丁舞的更新任貴 我們看到ABC 即是她叫丙火的意思 丙火來說 絕對是符合九運 因為九運是行火的 所以名字來說 改得算不錯 不過成女團來說 我看她們之間 可能是各有心事 可能成團團結的力量不太大 可能有一兩個 會單獨出來發展比較好 如果整團都要紅的話 就有些難度 一定是某幾個 Business Focus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碧下老師 新一年祝大家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